走 怎么了 头还是不舒服吗 已经没有了 哥 白天我在一直和她面前说的那些话 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 你放心 我都理解 刚刚马医生说了 你的记忆刚刚恢复 要多加休息 避免脱疼发作 不然回家了吗 你记得要跟她谨识清楚啊 我怕她误会 你想多了 你是我妹妹 没有任何人 可以影响我跟她之间的感情 哥 我害怕易子和又来骚扰我 我能不能去你家住啊 之前你担心我身份未明 搬去你家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陆思琪了 那我能不能 明天早上 我接送你上下班 早点休息 老许 你帮我看一下布燃 还在店里吗 不然 走了有一会儿 秦雪送她回去的 好 谢谢老许啊 她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你可以在我面前骗我 但是你别自欺欺人就行了 家里味药都有吧 不舒服早点吃 我是药罐子 真能啰嗦 我说没事就没事 每次喝完酒脸色那么惨白 还说自己没事 这么晚了 男朋友也不知道给你打个电话 关心关心你怎么了 是她太忙了还是她太放心你了 说曹操曹操来电话 找我干嘛去 躲到家了 不接了 这才对嘛 你跟人家冷战 你态度就得硬 别让她觉得你好欺负 我没冷战 谢谢你送我回来 赶紧回去吧 那你到家就赶紧睡觉 那个谁要是来敲门哄你 千万别心软 我没那么恋爱呢 对了 老胡的那件事情 抓紧遇到公司聊一聊 工作解决了 让我睡个好觉 比什么都重要 走了 悟然 你要是后悔了早点说 我一直在等你们 你干脆再大点声 让骆岐阳听到给她点危机感 快点回去吧 老秦 来 回来了 干嘛不接我电话 不接电话那有什么理由 不想接呗 你就不担心 我会担心你吗 担心 那你的担心也太敷衍了吧 找不到人不出去找 还来阳台上看风景 那你呢 喝醉酒不回家休息 还去找秦徐 我喝了那点酒 都不值得你送我回来 我去酒吧坐会怎么了 思琪突然头疼 我送她去了她医院 好 我们说公事的 今天我虽然说服了那些居民 但是想要他们真正的心服口服 五项改造的用量和品质是关键 你是在吃思琪的醋吗 秦逊帮我们联系 留老木剑存货的胡总 思琪刚刚找回记忆 又被易子和欺负 他现在整个人充满了不安全感 明天把时间空出来见一下吧 你顺便检测一下质量 思琪只是我妹妹 爸爸走了以后 一直都是我在照顾她 我是她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依靠 她在你面前 是会表现的小气一样 但我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我们能不能不聊工作 聊聊我们好不好 陆尘阳 我们是只有我和你 如果中间出现了第三个人 就不是只有我们两个 能沟通得了的 不止三个 还有第四个 秦徐 我和秦徐只是朋友 思琪只是我妹妹 对 就是因为她是你妹妹 所以我就不能有一点情绪 不然我就是不体谅 不吃大体了 我们出了公事没什么好说的呢 我去见胡总 我知道你为我好 不然 我有件事情 想跟你提前打个招呼 有话你就快点说 别跟挤牙膏似的 一点一点的 我担心易子鹤 还会扫揉思琪 明天开始 我会接送她上下班 这是你的事 你不用跟我说 你不用跟我说